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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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TIOR 它成立于2000年 它接替了二战期间 英国人向法国人传授的 近距离作战的CSE 这些近距离作战干预技术 是由国家突击队训练中心 EIS 和步兵学校开发的 它们是全集合马加速的混合体 那TIOR 在0到15米的范围内进行 TIOR包含徒手 使用非致命武器 和致命武器的技术 这些技术的强度 将与对手的侵略性成正比 那因为TIOR它是属于这种 自我防卫的一个技术 所以它通常会配合口头的 赫赤 试图与对手建立对话 比如说叫他的武器放下 等等的 以结束侵略或转向更高层次的行动 那再来C4它又称 适应高强度战斗的肉搏战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争技术 CSE R CQC的回归 借鉴了阿富汗的经验 它基于TIOR近距离作战干预技术 是一种更加暴力的变体 士兵必须赤手攻拳 使用手枪 长枪 电极棒甚至刀具进行战斗 士兵们穿着战斗各装进行训练 也就是说他们着战术背心 以及所有他作战必须配备的装备 来进行这些格斗的技术 这些技术是由 泰拳阿 马甲术 柔术 以及法国特种部队和步兵 重返近战的混合体 融入近距离作战干预技术 适应高强度战斗的C4 它洛伯战以根据战区交战规则 学习和管理作战情况为中心 并练习射击 那C4响应包括 阻挡移动打击 以压制敌人然后进行围捕 ISTC中的分析和侧向性 以摆脱隧道效应 恢复周边视野 并恢复与队友的联系 那它这个C4又更贴近了所谓的 时宾时装时地的一个训练 它可能会在地形有像斜坡 四滑地 雪地 岩石森林 黑暗中 水中 使用这个刺手或枪支进行切换 那C4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在操作过程中就是 着全员全装 甚至是双人配备 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配合你的这种 三线背包 就是你的大背包啊 突击包来进行 完全的模拟实战的这个情况 那C4是新作战技术 AZUR 城市地区行动 专业领域的一部分 并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威胁时 参与学说的演变 为什么我们的单兵还要保留刺刀或格斗刀呢 主要是因为为了因应这个CQB的环境 我们进入房门内 可能敌人的袭击非常突然 晋升到我的枪支 无法朝它瞄准或是对它射击的同时 我又必须要保护我的步枪射击能力 所以我不能去使我的手枪对它进行一个开枪的情况下 那我要保护我的步枪 与此同时我就可以使用我的飞冠用手 弱手 去拿我的格斗刀 对它进行一个刺击 那当然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刺死 而是为了去 挣脱 拉开距离 对它射击 这是一个重点 那我除了背心有这个刀的配置以外 我的主手后方我有 多配备一把 进行晋升格斗使用的格斗刀 那像我们进入防门之后 进行压缩武器嘛 发现到目标之后 如果今天这个目标 它对你有立即的威胁 你可以进行指向性的射击 如果它今天是非持有枪械刀械 但它对你有产生威胁的同时 你可以选择考虑使用枪口打击的部分 就是用你的枪口直接对它 进行一个撞击之后 拉开距离 进行瞄准 警告 那我们这个枪口打击 又牵涉到你的火帽的这个 类别 像你如果使用面影管的话 它的攻击范围比较大 就会像是用拳头 往它的胸部打 有点像一个推的动作 可能可以让敌人跌倒或是往后 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 攻击头火帽的话 它的 头部比较尖锐 它就会相对的有比较有清澈力 可以直接向敌人的 这个躯体进行伤害 所以还是要再次强调就是说 同样是枪口打击撞击的动作 现代步枪它搭配攻击头 甚至是面影管 它配合这些技术都可以做得比 刺刀还要来得好 还要来得有效率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枪灯它的这个 头部都会设计这种零角的形状 主要可以拿来破冲以外 也可以进行枪口打击 那步枪格斗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你 可以在控制枪之射击主导权的 同时又可以进行类似像 赤手空拳的 拳击格斗 一样的招式 那我们会运用 枪身啊枪托 所有的部位包含你的枪口 来进行像是拳击打击的动作 那你会发现到 它这个套路攻击的 重点 都不会是在它这个抗弹板 有防护的区域 而是像 头颈面部啊 还有它的 肋骨的部分 去进行打击 那枪身除了可以进行 刀线的格挡以外 还可以做一个面部打击 枪托就像你的右勾拳一样 像你的勾拳这样勾过去 那 你的枪口 就是进行类似像刺拳 刺激它的面部 像是单点背带 它就只能够 局限在 它的枪口打击 那一样 你可以进行 更精确 更猛力的枪口打击 来 让敌人 跟你 保持距离 一定 开枪射击 你要知道你在实战中 一定会着这些装备 包括你的背心 枪背带 所以你在训练当中 也不能忽略这些装备的存在 这才叫未战而训 基本上如果你 拿捏好那个力道 它的伤害也是 很大的 那面影管则是比较多这种 推的力量 像是给你一个直拳推你一样 手枪也一样 手枪在入门之后也有很多技巧可以让你运用 你会看到法军一些部队他们进阶版甚至特种部队的C4 甚至是在 拔场进行 也就是 他做完 这些 格斗打击的动作之后 马上对着拔 对着目标 实弹射击 这个在国外 是行之有年了 包含他们的TCCC训练也是一样 为了要贴合实战 都是在拔场进行训练的 那C4的概念中又有 高强度 也就是 他会让你的体能耗劫 你会不断的 去进行这种 奔跑啊 或者是 做这个体能的活动 让你整个人 接近于 很疲惫的状态 这是贴合实战 那如果你今天在作战的途中 真的不幸 枪 被 歹徒或敌人 抓着 那他可能要开始去 随意操作的时候 还好你有枪背带 控制着 这边距离 同时 你可以假借 投降 迅速的去使用你的副武器 或者是 你要使用 小刀 甚至 就是如前面讲的 不择手段的杀敌 拳脚并用啊 他今天拿着枪他还没有控制住他 你可以迅速的 去进行反应 然后夺回你的步枪 所以 其实 像这个CQC的技巧是 建立在 很多种技术的 你的 拳脚 柔速 力技 请技啊 还有包含的步枪格斗 所有的这些技能 你把它融会贯通之后 他才会变成你的优势 变成你的技巧 好 那就今天 所有介绍的这些 CQC的格斗技巧 我们来做一个归纳 做出的排行 第一名 我给的就是 枪口打击 因为第一个 我今天是在步枪还可以射击的情况下 我进行的格斗 就是枪口打击 当然 如果今天你的 动作允许 你可以再做更大动作的 步枪格斗 第二个 手枪 为什么 因为手枪他一样可以进行 这个致命性的伤害 那 他 当然就是在你 进入空间之后你 跟敌人的 距离破镜 你要立即的 拍出这个威胁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主手去 拿出 步枪 做一个 主动式的切换副武器 再来 第三名就是格斗刀 格斗刀他 他 比较特别 他今天在使用主动式的时候 他 可以用 副手 来进行抵抗 副手可以使用 然后一样 不放弃我们 主手的这个 板击 保险的一个控制 可以去保护你的枪枝 并进行刺杀 那如果今天真的情况紧急 非常的混乱 可能已经进入一个缠斗的状态下 那我们就可以 迅速的去 用我们的主手 拔出格斗刀 对他刺杀 会更加的迅速 再来就是 硬物取杂 这个应该非常好理解就是 可能两个人又到了缠斗的阶段 到了地板 那 旁边有任何的砖头 石头 任何的硬物 拿起来就往他砸 这就是 归类在我们的 布折手段的 沙底 C4的一个范畴内 再来就是 拳脚 他运用的地方 非常广泛 比如说我们的步枪啊 我也可以用我的落手 拳击 用落手 去殴打 也可以用 我的主手 暂时的离开 去做一个殴打 视你当下的状况而定 那拳脚也包含了 比如说我们的T级啊 正凳 将敌人 与你 推开一定距离 协助你 可以 保持这个距离来开枪 正凳啊 像 比如说今天我要防御敌人的刀蟹 可以进行像是 鞭腿的动作 防御刀蟹 鞭腿 这样子的动作 都可以去 进行灵活的 运用 那再来最后一名我就 让给了我们的 吃枪术 当然有的人会不满说 你们吃枪术看起来这么屌 刺枪术的刀这么大一把 你说他最后一名 他这么大 他这个 杀伤力这么强 你说他是CQC最后一名 你这是偏心吧 当然 今天我比这个CQC的一个排行 当然不是单纯的 去讨论他的杀伤力 当然 里面 刺枪术的杀伤力当然是最强的 这么大一把刀 你干脆拿关刀抗战大刀算了 我们枪支有弹 枪支可以射击的情况下 就不应该主动去让出 去放弃我们的射击控制权 像格斗刀 他可以用弱手使用 刺枪受限于枪背带 也不会在第一时间上刺刀 再来敌人他们的装备 都具备了防弹背心 抗弹板 你用刺刀 是无法轻易的贯穿他的 胸腹致命区的 也就是说 像有些人会讲说 那你可以吃他的颈部头部 四肢啊 我吃那里干嘛 第一个那里的范围小 我在临站 紧张的一个高压状态下 我没有办法精准刺 而且敌人他有步枪 他有子弹 我不可能跟他一个对等条件在 互相拼刺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是要偷袭 你要在 他还没开枪之前去 精准的刺向他的那些 像什么躯干啊 头 头部 颈部 刺中要害不易 刺中了 敌人不会马上的 致命所以他还会对你进行 最后的可能 近身开枪 或者是挣扎反击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你何必去冒这个风险 我们不如直接开枪 让他致命 用手枪 给他致命 再来现在步枪都为了因应 CQB作战 所以 步枪都尽可能的让他 越轻 越短 所以你第一时间上刺刀 这样的做法 本身就直接舍弃了 刚刚上述的短小精干的一个优势 在你扣板击杀人 和你要用刺刀去刺杀敌人 所要面临的那个心理压力 也是不同的 所以种种原因 我们都可以归类出 这个赤箱术 他已经在我们这个CQB的 近战格斗术当中 不合时宜了 所以我们 必须要 多去学习国外 更优秀 更贴合实战 而且是他们真正从实战中 记取出来的经验教训 所淬炼的一个训练模式 我们要去学习的是这一套 而不是一直守旧 认为 非黄埔 直系出来 所产出的东西就是怪力乱神 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念 否则 真的是要用 这些 士兵的伤亡堆叠出来 再来重新继续教训 我是真心希望这些 进来当兵的青年 他们真正可以学到 保护自己 保护伙伴 保护家人 保护家园的一个技能 而不是 整天在那边做这种表演式的 无效训练 然后 还用各种歪理去拥护他 说他可以练什么练心练肝练肌练胆 然后可以怎样杀敌 跟正步一样 难道 这些什么 C4 马加速 练不到向心力吗 可以 更好 但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M1步枪 M1加人的步枪可以杀敌呀 那你换成M4干嘛 对啊 就这样的一个 神逻辑 所谓的练心练胆 讲的就是 心理素质的培养嘛 那今天你的训练环境当中 从来都没有教你 去面对恐惧 你将不认识 恐惧是什么 你将没有办法处理他 标榜的刺枪术可以练心练胆 但实际上 刺刀鞘从来没有摘过 刺刀没有扎进任何一个物体当中 也没有试图让你去适应未来将会面对的 高压 高强度 的一个战斗环境当中 你只是一直活在刺枪神话当中 我跟你讲 在战场高压的情况下 两个人在CQB的环境中 撞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瞬间是 非常迅速的 双方都喝枪死弹 你真的有办法在那种高压环境下 去刺向 比如说你所谓的 除了抗弹板胸腹区以外的四肢 头颈嘛 那个状况是非常的紧急 非常反应 而且 CQB的环境当中 不会只有一对一 肯定是一对的人进来 你要怎么样快速的去 对他们 实施火力的压制 或者是 你要如何去 争取你的开枪机会 而不是用刺刀 去拼刺 那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奇怪的逻辑 就是他会认为说 我们不要学美军了 美军那种 天天打败仗的 我们要学习敌人的优点 敌人的长处嘛 所以未必 这个正步刺枪不好啊 你看 对面也在练啊 而且练得多棒啊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除此之外 其实解放军 是一个 最 疯狂 最大量在研究 美军所有的装备 训练 战争经验的 所以 他们是不断的在 模仿 美军 除了他们所谓的 保留传统的 正步刺枪 结果我们反而只有在学 这个传统 黄埔的东西 而且 我们讲解放军的刺杀术 其实 近几年已经有非常大的这个 系统化 科学化的训练改变了 第一个我们讲好了 他的刺刀 就已经比我们先进很多了 他的刺刀是仿美军M9的 是多功能刺刀 而我们呢 M7 对 然后再来 他们的训练 他们有人形电子把 从基本的 比如说 匕首术 空手的一个 匕首术 练到后来的 可能刺枪术 先进行这个空操 再来刺把 再来 穿上护具对刺 再来多地形的特种对刺 甚至到我们后来的 团队形的对刺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训练 你所谓的什么练心练胆 而我们呢 这个差异也是非常明显嘛 他们已经几乎把这个刺杀术 系统化到 有点类似接近 法军 C4了 只是他是有上刺刀的 差异就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哪一方 一个是 九训卫战的 解放军 对他们有学习美军 但他们就是九训卫战 再来就是 法国 美军 以色列 他们用实战经验换过来的 这种步枪格斗术 你要学习哪一个 当然我不可否认说步枪格斗术 他本身其实就是刺枪术的一个变体 他的一个 学说的眼镜 但我们今天还是要清楚 其实两者还是有极大的差异 他的使用时机啊 他的一些先决条件 上面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必须要将这些观念导正 而不是继续守救 而且现在 大众在看的是 你国防部你国军的一个改革的态度 的一个态势 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出来 那抱歉 大家会等着 因为你这个政策的失误 失利 大家会慢慢的 会疏远 慢慢的退伍 没有人想进来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刺枪术这件事情就 没什么 就一个 普通的晋升战技而已 改不改 无所谓 错 他影响到你的招募 影响到你 所有整个体制的一个问题 所以 你要不要改 其实这个问题 是可大可小 如果看完今天以上的内容 你还是觉得说 刺枪术正步 很屌 必须练 应该练 那 没关系 你乖乖练 你去公园练 你去公园踢 但是不要来拖累国君 没关系 你去公园踢 我去公园踢 你去公园踢 我去公园踢